中国的暑假期间 OK同学们可以听到同学们可以听到讲话吗 同学看不到 其他同学可以看到视频吗 声音有点小对吧 正常啊 我调喇叭 这个调喇叭应该调 不能把声音调大 我之前之前也是这样子 因为声音小就调这个调电脑 调这个电脑的喇叭去了 结果调半天调不动 OK正常啊 其他同学都正常 那我们就开始 OK 首先讲一讲 首先来看一看黄金 黄金的话我们在上周五也是从1240 当时是在当时在机场 有同学最后问到黄金能不能进 其实黄金在上周五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场的价格 OK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入场价格 那么在破掉前方低点 我们再把这个思路回顾一下 破掉前方低点回拉回来形成一个斜行结构 然后再次破位我们在这个地方拉回左空 总体来讲的话 这波交易也是在上周五做的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觉得也是比较果断的一波交易 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去谈及到就是投资人在去使用钉盘的时候 尤其是像一些关键结构的破位 那么如何再去把握到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一些手速 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跟大家谈到就是你的手速要快 像这些结构 但我们在上周五去谈及到过这个黄金的单 那么思路整体是一个整档下行 从大的方向来看 黄金至今的一个走势 仍然是就保持在一个整档下行的格局当中 并且日线图有下破的迹象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黄金在上周五触及到我们目标二之后 今天又向上反弹 今天算一个高开 所以说我觉得总体的一个下跌走势还没有 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朝底 现在是1243 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朝底呢 我答是no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上周五在前方收出的一个黄金的一个 黄金的一个大型阴线的一个连续的吞没 你看这一根往下去走 所以说总体来讲 我认为还是总体黄金还是一个向下走 继续可能去打破心地探底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我觉得想要去朝底黄金的投资 我不妨再等一等 就我们的思路很明确 就是说在还没有上涨之前 没有形成底部之前 我们就是做空 如果形成底部的话 打破一些关键结构 我们再去做多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去赌黄金 在这个地方能做出一个底 所以说我觉得1243 依旧还不能去朝底 那今天早上有同学问到说黄金能不能去试一试看 炒个底部啊等等 我个人我个人建议是不太赞同的 另外看到四小时 四小时的话 我们看到上周五是已经有新的低点 也就是说今天黄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次往下去破 并且收线收在了这个低点之下的话 那黄金可能1400就不保了 现在来看的话 1400这个地方还是明显的存在有一些支撑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支撑价格 这个地方是一个日线级别的支撑价格 所以说它还是有些许支撑的力度和买盘 在这个地方把黄金打上来 所以说我个人说今天在交易黄金的一个策略上 依旧是保持风高做空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不是高啊 我个人认为说今天这个黄金的一个 黄金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观测的目标 是在一个618的位置 大概是在是50%到618的位置 大概是在1255到1255 在这个区间去选择一个高空 OK 那现在这个价格我就暂时保持不动 第二套策略就是如果它破下去怎么办 破下去我就刚刚才跟大家讲的 大家如果发现四小时的收线收低 低于了这个1235的这个最低的价格 如果收在这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跟上周的思路是一样的 要破下去 反弹做空 OK那这需要大家在 这需要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去使用一些比较去看一下盘链 因为像这种交易机会是比较难去 如果错过了就很难去保护到 就好比说上周五在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地方拉回 正好是点到我们住场价格一下245 对吧 几乎是极限为止 所以说如果是错过了这笔交易 你看夏日跟一小时的一个开盘价格 就直接收在了前一跟一小时的收盘价格之下 像这种机会就可能不会再有了 所以说像这么短线交易机会 大家要手速快一点 能把握这去把握 把握不了 那就尽量的放 能放弃就放弃 不要再去追 有时候一追他肯定就反弹 反弹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态 好比说如果是在1200 1245这个地方没有形成入场 在这个地方入场 或者在这个地方入场 一入黄金就反弹起来 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持仓的一个状态和变形 好吗 黄金上周就直接打到两个目标 1280 打到前地 全部离场 继续今天继续看跌 我觉得黄金今天还是继续看跌的 不太看好黄金的一个反弹 OK 这是 这是今天黄金值得去关注的一个1250 到1254区间的一个高空的交易机会 现在等一等看 现在等一看 OK 再来看一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走得很奇怪 就走到 走到这个94 上周是打穿 打上去95 但是收线没有收上去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并且这个地方是一个垂线 黄金在这个地方收 美指在地方收成个垂线 所以说如果在此形成一个头肩顶的话 那么接下来美元可能会继续向上去走反弹 这个借助形态已经形成了一些支撑 我们从这个 上周的一个收线上来看的话 那今天是一个低开 开在了这个上周五的收盘价格之下 而是之上 但是似乎今天早盘 那个美元指数反应相对还比较轻 但没有太好的一个向上 继续去吞破掉这个垂线 如果是美元指数在今天的收线 或者是金明两片的收线 如果能吞破掉这个垂线的话 那大概率的 我有70%的把握 告诉大家美元指数可能会继续走高 但是如果是没有办法去打破这个垂线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是在 这个顶部形成一个头肩讯号 继续往下去回调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说美元指数在 94.72线的这个价格 它还不太有明朗的方向 开始往上破还是往下 我个人觉得如果上周五收线 没有收成这个样子的话 还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收成这个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会继续存在一些回调的可能 毕竟垂线的话在日线图 尤其是出现在一个价格的顶部 尤其是出现在一个价格的顶部位置 那么像这种形态我们就需要引起一些注意 今天的财经日历晚上有一个 晚上有一个六月份的核心零售月度的环比 预测值是相对也比较低的 潜值是0.9% 预测值是0.4% 那么也跟近期的一个中美贸易关系有关 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影响到 中国跟美国在近期的一些进口的数据 进出进出口的数据 以及国内的一些这种 国内的这些 国内的这些这个 零售数据啊 制造业数据啊 等等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在上周六 一期一会当中去谈及到过一个问题 就现在有同学在还在去讨论说 中国跟美国在贸易战当中 那双方的一个角 一个角色的一个 一个冲突或者是如何去化解这个问题 那么我个人认为美方在这方面会更有胜算一些 你看中国的一些金融领域啊 你看像一些这个汽车领域啊 特斯拉马上要到上海来建厂 这个事情敲定了 还有金融领域啊 还有这个防制领域 服装领域啊 等等等等 其实都在不断的开放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 中国实际上是在想办法来应对 如何去解决这场这个贸易的冲突 而不是去恶化 而不是去形成一个正面的对抗 尽管国内有些官媒去报道 就是说对方一个2000亿 一个4000亿啊 我方怎么怎么去打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就是说如果大家懂一些经济学的话 就是说去用一个国际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现在中方是在逐渐的让步了 当然如果从特朗普他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可能这个贸易 就是贸易冲突或者在贸易战上的一个加码 可能只是他的一个手段 而不是他的目的 我觉得他的目的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 我觉得他的目的是要逼迫中国政府将这个市场更加的爱放一些 那么我从在上周六去解释到过这个 我觉得从长远来考量的话 这也未必不是一个坏事情 那么我们知道在 呃 在之前美国跟日本在广岛协定之后 也是签订了相应的条约 那么那个时候日本经济陷入了这个长达十年的一个衰退 那也是强迫日本 把这个市场打开 美国的更多商品来进来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如果未来这个趋势一旦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的金融领域 各个方面的领域进一步开放 那么国外的一些相对好的产品 一些相对廉价的产品 或者相对这个优质的产品 进入到中国市场 跟中国本土的产品品牌进行一个竞争 那么我觉得对整个社会的发展 未来来看 还是一个相当利好的一个走势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呃 可以买到更加廉价的汽车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汽车进口的关税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一辆 我们跟大家打个比喻啊 一辆宝马汽车 如果是100万的话 将近会有35万的关税 就是5%几乎都是汽车进口的关税 这个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美国 有一些朋友在美国可能买车比较便宜 但是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贵 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贵的原因 其实就是关税太大 关税太重 关税太重太重太重 汽车的关税 房地产的关税 还有这个国外的一些这种 这个机械产品 手机等等的关税都太高了 太高了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在近几年 近十年的中国人平凡去国外去购物 或者是去国外去移民去生活的原因 就是因为国内的关税太高了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 未来未必对中国的这种民生的改 民生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提升 以及物价的抑制 未必不是好事情 未必不是好事情 OK我们可以花钱买到 花更少的钱买到好的汽车 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加优质的产品 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加放心的食品 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好的事情 好那这个今天的一个 六月份的月度环比 核心零售销售 我觉得是大家今天销售数据 是他今天关注的一个重点 我个人认为可能还不太利好美元 因为刚才讲的 就是中美贸易问题 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胶着的状态 美方实在是不肯让步 美方肯定不肯让步 那么中方肯定是要做出相应的一个腿让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OK好 那么再看一看我们的一个图表 刚才讲完美元的话 现在再来看一看欧元 欧元的话我觉得 欧元的话我觉得 日内来讲还是偏空一些的 还是偏空一些 而且在这个通道被打破之后 我觉得就是只要他不展破前方的高点 就是他现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下行通道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的话 他实际上上涨通道已经打破 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下行通道 我觉得欧元的一个交易策略 主要还是选择逢高作空为主 把它放到一小时当中来看的话 那你看 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down trend channel down trend channel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高点 便低点往下去台义的格局 整当下行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格局还没有破坏 还没有破坏之前 像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大家 都是大家可以考虑去高空的好点 但是我觉得现在欧元对美元逼近1.17了 这个地方不排除 还会有一次上探 就是打破1.17往上去探一下 然后再往下去走 所以说我觉得欧元对美元可以先观测一下 这个地方先不急率入场 我们再等一等 但是这块区域我觉得在1.17附近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日内作为观测的 这个高空的一些好点 和一些区域 上周五有预理 美元表现相对弱 就是说所有非美货币都出现了一些 所有非美货币都出现了一些反弹 我觉得都还可以 就是说 但是反弹归反弹 不一定会是反转 因为基本面美元基本面太强 现在我们看到 美股也是一直是高居不下 那横向去对比 像欧洲的股市 中国的股市 日本的股市 韩国的股市 有些新兴市场的股市 其实都表现的不太好 不太如人意 尤其是最近中国的股市 一落千丈 并且是跌幅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一场 从5000点跌到 这个当日最大跌幅 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一个一个幅度 所以说我个人来看 就是说这种对于经济的一些对于经济的一些悲观的看法 在国内现在还依旧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逆转 主要问题就是还是说这个中美贸易问题 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结束 那么在9月份之前 那之前也就是川普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区选举之后 那么这个中美贸易问题会不会得到一些缓解 我觉得是今年年底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比较大的值得关注的看点 那个时候一旦缓解的话 说不定是所有非美货币开始形成一些反弹的时候 真正开始走出一些底部向上反弹的时候 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比较还比较难以去判断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OK 欧宜的美元四小时连续连续三根K线的上涨 那么在这个地方似乎有些欲走 但是这个阻力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要去入场的话 可以第一可以参照一个50%的回调 OK那50%的回调 第二个就是1.179出关卡 我个人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会有一个上影线去走上去打一下 然后再往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一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放在1.168到1.1750这块区域 OK这块区域 那曾经也是有过一些 曾经也是有过一些 你看测试一次测试两次 就是第三次 如果还不破的话 再往下走 那可能就会又去到这个1.16的新地 所以说关注这个地方的一个双顶结构 关注这个地方的一个双顶结构 现在是正在往上去 正在往上去测 如果不破不破前高的话 那往下走 或者是收出了这个垂线 像这个样子是垂线 你看表示上方的卖盘压力还是很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下一个小时的开盘价格去做空谈 好吧先等一等 这个是作为一个 今天作为一个日内观测的一个品种 欧元对美元 日线图还是在大型阴线的覆盖范围之内 包括在前方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个运线的一个组合 你看 其实这个也不是运线 不算运线 你下破下去 还是在这根大型阴线的覆盖范围之内 总体是一个比较偏空的走势 总体还是一个比较偏空的走势 前方的高点人就没有被打破 还上方的这些高点 OK再来看一看英镑 英镑的英镑的一个走势跟欧元很类似 非常非常类似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种往下整档往下走的感觉 还没有被完全破坏掉 所以说我觉得 个人觉得说英镑今天也是一个 应该也是一个高空的一个方向 在这个交易的策略上 应该也是一个逢高做空为主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英镑这次可能会去到1.33 然后再往下去来 看一下 1.33的就接近七 可能在这块区域 我个人认为今天可能会是有个好点 有个有一个高空的好点 这个欧元的思路差不多 走到走到这块区域 英镑如果是没办法打破前高的话 可能会再次遇阻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英镑的关注1.33下方附近的一些高空的好的机会 我觉得暂时还不能朝底 暂时还不能朝底 这个形态 如果上周是如果上周能在这个地方走一个蝴蝶的话 我觉得倒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低多的机会 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应该也是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 它是一个七八六的回调 这方其实正好一个七八六的蝴蝶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短空的交易机会 但是这个交易机会需要大家去挂单去把握到 你现在入场可能会错过这笔交易 给他这个地方 如果是我们来回顾一下 复盘来回顾一下 如果是七八六去交易他的话 那么入场点是在1.31024 止损就放在1.30279 OK第一目标 第一目标是在1.32 对吧 1.32九数关卡 第二目标放在这个618的位置 大概是1.3267 但是这个交易要挂单入场 它是有一些难度的 并且是我们看到其实它的最低价格是刚刚好 将将好点次到1.30 这个一方 所以说如果用现价入场可能 走不到这个价格 当时去看的话可能已经反弹上去 所以说这笔交易操作起来会是有一些难度 OK 这是这个英镑的一个 英镑的今天的一个 618到786之间的一个回调 OK 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个高空的交易机会 暂时还不能去看涨 暂时还不能去看涨 上方的一个压力在 我看到从01.35 1.34 1.3350 OK 那么上方的这一次上涨的一个压力位 可能就是在到到1.35 1.3350 所以说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入场 支损点应该是放在这个X点上方 放在这个下降压力线之上 不挂单入场 不需要大家挂单入场 就是说这个交易思路如果走到这来的话 我们倒是在做观测 支损点告诉大家支损点是应该放在这个1.33 放在这个压力线之上 大概是七八十个点的支损 OK应该这样子去做 如果是这个地方打破上去的话 那也就是英镑在 我们再往上延长一点 OK这样子看 也就是英镑在这个地方的一个1.33这个地方 下降压力线 如果被打破下去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底部走的一个 这个通道 这个下降通道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结构性的破坏 那么到时候就是一个做多英镑的时候 所以说现在来看 我觉得1.33还没有破之前 去做多英镑还为时上早的一个 但是其他的一些货币可以关注 像傍日啊 可以去做多傍瑞啊 等等傍加呀傍澳啊 都可以尝试一些短多的机会 毕竟现在英镑还是反弹的比较厉害 这是我的 这是我对它的一个看法 但是在直旁货币上 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对美元 还是比较弱的 英镑总体来讲相对美元还是非常非常弱的 OK 再来看 看一看今天的一些交易的 有没有一些交易的好的品种 傍日倒是一个 傍日倒是一个可以去尝试低多的交易的品种 但是现在已经破位上去了 像这些地方 你看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比较好的入场的点位 这个地方 这次如果回跳 再次打到打到这个148附近 再次往上去做 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来看的话 傍日是一个突破4小时 突破4小时上方阻力的一个 一个这个呃一个动能 那么现在价格是刚刚好点到149 形成一些预阻的迹象 但是我觉得说傍日的话 还是比较看涨一点 我个人觉得会去形成一个狐狸形态 在ok大概是在呃100 大概会是在149 接近150的位置 形成一个这个回调的点位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说傍日先暂时先不追 还不追他 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呃 把这个先删掉 啊等他走到那个点到点到150不破的时候 在那地方用这个蝴蝶去空一空 我觉得是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先不追吧 现在已经很接近极限位置了 地点呃 离地点近在近在直尺 大概还有50个点的一个差不多50点的距离 我觉得相对做多的话 空间会比较有限 但是方向来讲的话 现在还是一个偏多的 大家先不要在148还不要尝试去空 先等一等 其实日线看的话 日线看的话 如果说150突破上去的话 可能会去大的蝴蝶 可能会去走一个更大的蝴蝶 去走一个欠套的更大的货币 下一个目标可能会去到153 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蝴蝶还是一个 相对来讲上涨趋势比较明朗的一个货币 上周五收了一个 收了一个这个 收了一个这个碳水干 然后下去碳 结果结果在收盘之后 全部买盘又全部上来了 那今天也是低开往高走 还是一个上行趋势比较明显的货币 我觉得暂时在这个价格 先不要去做空谈 150不破 预阻 我们发现一些好的形态之后 然后用户也去空 是比较保险的选择 比较稳健的选择 先等一等 先等等看 先等等看 有一些耐心 先等等看 OK 再看一看 看一看澳币 我觉得澳币的一个 澳币的一个表现 就相对相对 可能相对会弱一些 相对英镑来讲 相对英镑来讲 可能会稍微弱一些 现在的也是一个50%回调 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个百分之 刚刚倒六一帮 刚刚倒六一帮 其实上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空一空的 走了一个蝴蝶形态 XABCD 在地点0.74形成一个完结 也正好是一个AB等于CD的契合 这个地方AB等于CD的契合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好的互联形态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互联形态 我们用红色区分一下 其实这一次 如果澳币能去到 如果这个澳币能去到 能去到0.74670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空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能去走这样的一个互联形态 就是刚刚空 就是刚刚你看他点到了位置 在这块区域 作为大家日内观测的高空的好点 第二个区域就是在0.7480 互联形态的这个地点附近去空 都是比较好的点 那止损就放在上方 放在X点上方 是一个比较 可能是一个比较极限的入场位置 但是不一定会到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澳币是走这样的签套的话 那这笔交易可能就非常完美了 就是低多高空 低多高空这个节奏就会把握的非常好 交易的韵率就会把握的非常好 看一下日线 日线也是在大型一线的覆盖范围之内 所以说我觉得高空都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说大家如果发现周期比较大的 比如说像日线当中出现了这种大型一线 这麦盘非常重的给砸下去的这种 大家就不要 大家尽量就选择往这个 这个这个K线它的方向去做 如果是阴线的话 像这样从 像这样从这个 0.7460一路砸到0.73680 它差不多100个点的下跌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应该是尽量的选择在高空 尽量在这些位置选择高空是比较好的 如果是大阳线上涨的话 那尽量选择低多 所以说我觉得日线级别的一些 它的一些收线 它的这个K线本体的一个 本体的一个这个 多空的力量 或者它的一个形态还是非常具有参考 这是澳币 我觉得澳币还是今天关注两个高空的位置 第一个是在 0.74 0.7430618附近 差不多这个价格 第二个是在 0.7480高位 我会忽别形态 先看看 先看看 我里给你个乱 删掉一些 差不多这块剧是个比较好的位置 先看看这个是先不慌吧 先不慌我看看均线呢 均线也是刚刚上穿50均线 这个地方大型阴线下坡下来 咦咚咚咚又涨上去 日线无庸置疑是在阿伯尔均线压制之下 总体还是一个走弱的格局 走弱的格局 先等等阿伯尔均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观测 今天可能会去控一控阿伯 阿伯尔均还是相当比较弱的 OK再来看一看 再来看一看说完澳币我讲一下这个澳日了 澳日实际上今天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好的狐狸型态 那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那这个地点的回调可能会低了一点 OK这个地方不是很标准 这个狐狸型态上方有一些破 但是在短线来讲的话 这笔交易如果是能去 如果去能去做到的话 其实也还可以 但是我更认为说 这个狐狸是一个相对密实的 它的总体的走势还是一个上涨的 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如果是 他就会确定是一个上涨的 这些白痴是有两棵层的 我可以说 你没见过 还能去找身上一个 什么东西 但是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但是它也可以说 很安排 孙 似过 两声 加上很多呼类型态 8484先看一看 现在是83.460还差不多60个点左右 67个点左右 先等等短线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偏多的 澳日不能空啊 刚才有东西说问我说澳日能不能空 我觉得澳日还不能空啊 澳日还不能空 现在先先等等看 这个地方有可能突破上去 我倒觉得是一个低多 我倒觉得是一个低多的买入的机会 这里方实际上是一个 斜行结构 一个斜行的破费上 回拉下来 回拉下来 这块区域实际上是一个买点 目标就放在84 止损放在下方 应该是这样去做 先看看澳日 我觉得还是等极限位置去空一空会比较好一些 所有日期货币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每日 每日我也是短线看涨的 但是长线不一定 长线还不一定 现在走到 现在走到了这个112.476 112.476这个地方可能还是会继续往上走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继续往上走 前面这个地方破位上来 111的破位 111这个地方的破位 你看这个地方打上去 很有可能会 这个上涨的走势不会轻易的完结 在美元还没有形成回调之前 我觉得都不会轻易的完结 每日我还是比较看涨的 偏向于看涨的 一个非常好的botfly OK114 每日114 可能会去空一空 114 现在这个位置不会考虑 不会考虑去空它 对方形态走得有些 对方形态走得有些 就去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元如果是在95这个地方 它真的可以形成一个头肩结果往下去回调 每日我觉得在此可能会往下走 但是往下走的前提是我们用破位去做它会比较好 不要在这个高位还没有走到极限位置的时候去做空 这是第一 那第二就是说如果想做多 那做多的话也得等它上周这个地方往下去走一波回调 往上去破的时候拉回来再去做多 这样子的两种策略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在112.50再去赌 再去赌先先看一看 总体还是偏多的 大的方向还是偏多的 OK来看一看 这个是 这个是 欧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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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奥这个形态呢走到 618的位置 şey unable to do 618的位置 那正好是618618配合双顶 欧奥可能会长线走一个空投的走势 这个地方 这地方可能的 你看啊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618配合双顶的一个回调 日线级别的一个X 大比方说的是XA OK 这是test一次 test两次 接着往下走 这个地方破下去 OA就可能会去到更低的位置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说OA在长线的部曲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个高空或者是一个破空的一个交易的品种 OK 4小时 4小时 小时图当中 是有一个蝴蝶形态 看一下 这个地方倒是一个蝴蝶形态 倒是一个好的蝴蝶形态 它有点像蝴蝠 它跟那个大的蝴蝶形态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不一样 也可以叫做蝴蝠形态 其实也可以 但是我把这种形态同称为蝴蝶形态 一小时当中 一小时当中 到现在的价格倒是在一个 倒是在一个这个做多的区间之内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现在目标一还没有点到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最好是在886 请就好 在这个地方 那挂单的话 我们就用挂单入场 点位稍微低一点 挂单在 挂单在 挂单放在100 放在1.57386 OK 1.57368 不好意思 1.57368 挂单 止损放下 我觉得止损放到 放到 得放到这个 这个x点下方 这个x点下方 大概是 价格是在 OK 看看目标 好 那 可以用挂单试一试 挂单入场 在100 1.57 1.57367 1.57377 睡个 1.57373吧 1.57373 重新纠正一下 把它打一下 entry 入场 1.57 1.57373 OK 止损 1.56915 目标1 1.57827 目标2 目标2 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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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高附近 放在前高附近 预讳比会好一些 放在1.58 放在这儿 OK OK 目标2 暂时放在 1.58640 附近 1.58640 目标2 1.58640 OK 在后面写上一个 写上一个 一小时 蝴蝶多头 挂单 入场 这个是OR 我觉得OR可以尝试一下 仓位轻一点 也是交叉盘 这个 交叉盘 这个 电池比较大 电池比较大 稍微 仓位稍微轻一点 大家在 控制上 仓位的控制上 稍微注意一些 OK 其他同学可以听到吗 刚才有同学说 听不到 听不到声音了 其他同学可以听到吗 已经好了 OK 行 那就挂一单 挂一单 今天的一个 压盘的代单 O 一小时的一个 蝴蝶形态 两个目标 暂时有两个目标 OK 办法我们在上周 是在这个 1.8 1.78 做了全部的了结 当然 这笔交易 其实 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就是 止损大了一点 止损有91个点 如果止损放小一些的话 就好了 这是第一 第二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入场点低了一点 入场点 能在地点入场 我们之前做过对比 在地点入场的话 交易质量也好很多 当然 就是说 棒奥的一个 棒奥总体的一个 交易的情况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 空了很多次了 几乎每个星期 都会在这个地方 空一次 因为他屡次在 这个1.79 附近形成 蝴蝶形态 我们就屡次去空它 机械的去执行它 就行 不要去 不要需要去考虑太 不需要去考虑太多 OK 这是如果棒奥在这个地方 走上来的话 再走上来 我还是会在这个地方 去空 OK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 就是说 如果说棒奥在 在此形成了回落 走下去 走到1.77 那我也会考虑在下方 1.77 再去把棒奥 这个多回来 所以说这次棒奥 我个人说 在策略的选择上 用一个互联的签套 去做它 OK 用一个互联的签套 来去做它 好 OK 这是棒奥 再来看一看欧棒 欧棒这个品种很调皮 一直在等了 等一个高空的好点 一直在等一个高空的好点 在等待0.8940的高空 但是它在此就迟迟上过去 但是我觉得可能说 这个地方可能还是会上去的 它只要是不破下去 可能还是会上去的 总体来看的话 还是在一个上涨通道当中 你看涨通道当中 所以说这次回调下来 正好也是四小时的一个支阻 互换位置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它支撑住的话 可能还是会上去 短线看多 长线看空 但是空的话得等到 它冲到0.8940这个地方 在极限位置考虑空谈 我们到时候可能支损 支损点可能只会给一点 给它非常小的支损 大概是34个点的支损 做一个日线长线的车场打算 现在来看的话 实际还未到 再看一看 日线当中 其实也走得比较纠结 走得很复杂 这个地方 你看上周连续五天 连续在这个地方 来来回回 上上下下 就是没有破 也没有下去 没有上破 也没有下来 连续的最小线性的整理 在这个大型阳性的覆盖范位置内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说 整体还是偏多一些 短线上来看的话 整体还是偏多一些 下破50均线 但是又没有彻底的破下去 傍傲很调皮 傍傲很调皮 稍微把握不好 稍微把握不好 可能就会 可能就会频繁的止损 这个品种 它的 它走的 它日内走的 其实走的点数还是挺 走这个波幅还是挺大的 你看它 它不像有的品种 趋势性很明朗 它其实就是很多时候 都是在这样子 这样子 它的波幅很大 所以说我们 如果是按照蝴蝶来做的话 其实做傍傲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按蝴蝶来去做的话 去做傍傲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曾经是多次 在这个地方去做 去做傍傲 包括在 这个地方 你看一个蝴蝶 这次我们上周 在这个地方画的 但是现在好像走下去了 如果是走上来的话 短线可以 其实跟8890 做一个短线的空 其实也没有问题 走下去就把它删掉 再看一看 这个地方还是有些许的支撑的 前方的这个 四小时的支阻结构 这个地方 你看 曾经一个破上去 然后现在又会拉到这块区域 所以说还是对于傍傲来讲 再加上下方的一个支撑线 支撑线的一个 下方的一个支撑线的一个 支撑作用 所以说总体来看 只要他不下坡 0.88 0.8800 不彻底的下坡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往上去走 先等一等 欧报 这个是欧报 做直盘 我觉得做直盘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难度就是在于这些位置都很低了 这些位置很低很低了 做直盘现在就是方向比较明朗 一看像黄金的方向就是整体是看空的 对不对 方向比较明朗 选择高空就行了 但是这个高了 始终都不太高 所以说我们在现在这个价 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段 美元指数在顶部整档的时候 再去注顶 可能会去注顶 或者是突破的时候 再去做这些非美交易 那么他往往位置会很低 你看欧元也逼近1.16 黄金逼近 这个黄金逼近1240 英报逼近1.13 逼近1.12 1.13 澳币也逼近很低的位置 0.74 在这个位置往下去做 可能空间都相对有限 如果你在30分钟 15分钟短线上 不能去把握到那种很好的位置的话 你可能就止损会很大 往往就会 持仓周期会比较强 那短线上形成 一个非常好的交易 所以我觉得 近期的交易难度还非常大的 尤其是短线上来看 像我们上周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去空的黄金 像这种交易 稍微把握住 机会就稍容及时了 能把握住的话 就可以空下去 所以说这个位置 其实很低的 你看位置是从1250 到1240 其实只有10个点左右的 一个获利的空间 那么 在这10个点当中 你如何去把握到 一个最佳入场点 其实是对比的交易 这个操作的技术 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非常高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说 近期可以去找一些 好的交叉盘去做一做 是比较好的选择 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的问题 明天有一些 一棒的数据 报表的证词 明天十点 好 OK 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时间提问 平时我讲的太多了 平时讲 从头讲到尾 有同学说五比速太快 几个华拉 霹里巴拉 一下子就讲完了 给大家多一些时间提问 就一些评论 我们来讨论一下 该怎么去做 我有时候讲话语比速 可能会有一些快 讲话语速快 就收不住 收不住的话 有时候 就自己嘴巴也打结巴 自己舌头也会打结巴 OK 有同学说 看一看原油 原油 原油这个位置呢 下坡下去 现在又打上来 现在又收上来 这两个K线 其实在四小时当中 其实还是蛮关键 这两个K线 二 打上去收下来 现在又再次形成一些支撑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原油 还是一个相对偏空的 主要是前方的一个 大线一线的破位 给原油可能会 相对反弹的阻力 可能会比较大 反弹的阻力会比较大 当然说最好的空点 还是在 还是在接近这个破位的位置 就72.50 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空点 现在是走上去 但是我觉得说 还暂时不要去 暂时不要去 多 暂时不要去多 这个地方暂时不能去多 还不能去多 我觉得还不能去多 前方 你看这个阴线的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卖盘压力 其实很大的 直接从74走到70 四美金的下跌 这种定价 我们叫做定价吧 这种定价吧 其实它的力度还是挺大的 它的这种卖空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 暂时还不能去多 包括在日线上周四上周五 其实都是最小线形的整理 这个地方没有 其实没有底部形态的出现 那如果是出现了这种 你看 如果是出现这样的垂线的话 碳水干打下去 反倒是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这个下跌之后的整理 然后在短线可以尝试一些去 看有没有之后去把它再多上去 毕竟大的方向还是在高位 大的方向还是 整体的周期还是在上涨 原油还是在一个牛市的周期当中 这个是毋庸置疑 我们得确定的 第二就是说 前方的一个阴线的覆盖范围 或者阴线的力度太大 我们尽量的去在短线上来去找的话 顺应当前的一个走势 去找到一些机会高空 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日本蜡烛图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大家好好的再读一读 那这些形态把它运用到 把它运用到这种 小周期的一些分析当中 其实会给你的交易 会对个个人的交易 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好好的分析 好好的用日本蜡烛图 其实 OK好 同学说看看邦奥 邦奥是两个操作建议 就是我们上周不是在邦奥 在0.78全部了结了吗 那现在来看的话 就这现在是在中间价格 那我们是准备是两个 两个策略去做邦奥 第一个是高空在0.79 就是走到再走到这个地方 我再考虑去空它 第二是如果这个地方走不上去 形成一个回调 并且下破了 并且下破 走一个AB等于CD 走到0.7 1.77负极 再去低多它 这是邦奥的 所以说现在在 1.78380 这个地方我个人 我个人是建议做一个观望 因为它没有形成好的形态 不在我的入场规则范围之内 所以说我会选择观望它 OK 又可以说看看 牛币 看看牛币 牛币啊 牛币 牛币 牛币的话 还是在走反弹 但是反弹 现在反弹可否持续 牛币我个人说建议 还是用破位去做 就是在交易的话 还是选择做空比较好 这个地方你看 它有可能是走一个 回调 打破心低 走一个回调 那么 再次往下去走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牛币 如果是破位下去 这一波反弹结束的话 破位到0.67726 再次拉回 再次往下去走 目标一就放在前低 目标二就放在 这个下方的支撑 这个下方的支撑附近 这是牛币的一个 今天操作建议 现在还是在走反弹 我们等这个反弹结束之后 下破的时候 然后拉回上来 去做空谈 止损放在前方高底 止损放在 0.6 放在 0.67 0.67928 目标一 目标一就是这个前方低点了 对吧 0.67310 目标二 0.66944 牛币我觉得用破位去空谈 比较好一些 总体来看的话 还是在下跌的走势当中 一小时 其实这都是比较好的 去延续往下走 这个地方暂时先不能空 先不能空 因为它还是在反弹 等它反弹结束之后 下破的时候 这个先行通道 底部往下去破 拉回再去空 止损放在前高 这样的速度去操作 4小时 4小时当中的话 还是在反弹 总体还是在走反弹 只要方向在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大的方向在 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现在说 对于这个非美货币 其实都走得很低了 位置很低了 就空的话要注意 入场位置一定要把握好 入场位置 入场时机 入场价格一定要把握好 否则的话 可能会空的很被动 因为位置很低 下方的空间又没有破下去 0.67没有彻底下破 没有彻底下破 意味着可能会形成一个反弹 但是大趋势又 大的趋势又还在 所以说大家在这些 第一位去空的话 一定要注意 也是短线为主 做短线 把握位置很重要 把握时间节点 和价格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觉得近期 这个 这也是为什么觉得近期 在交易的这个难度 比较偏大 交易质房货币的难度 比较偏大的原因 OK Brain Brain说 开一下 all out 看涨的蝴蝶 怎么做出来 这个是一小时图当中 四小时是没 四小时看不出来 一小时当中的话 这些细节就 其实它都比较符合 这个 做多蝴蝶的一些 比较符合 做多蝴蝶的构成了解 那这个C点稍微低了一点 不是那么标准 但是它的一个 其他的点位都还可以 最好的入场点是在 最好的入场点是在 1.57211了 但是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由于是测试过一次 你看测试 就是第二次测试 所以说不排除这个地方 有一个双底 有双底的话 它就再次回到 这个位置的可能性就不会太大 所以说有可能会 如果挂单在这的话 有可能会错过这边交易 所以说索性就挂单偏上一点 走到这个 挂到 挂到1.57373 1.57373 去做一个这个短线的多单 两个目标 止损放的比较小 止损只有45个点 对于偶尔来讲是比较小的止损 清仓的去尝试 不要不要中仓 仓位不要中 利润是在 时间的累积当中 慢慢的滚出来的 这个我们之前讲到过 澳日 澳日 澳日等一等 我觉得所有的日系货币都其实是有比较好的高空机会的 大家还需要有些耐心再等一等看 不要不要说在现在这个位置还没有走到没有走到顶的时候往下去空 那样的话就会比较被动 可能就会被套了 快入场了 欧日快入场 OK好 差不多点到了 大家可以在 可以在这个附近选择入场了 欧日 美瑞能不能空啊 我看看美瑞啊 美瑞可以空的 其实美瑞可以尝试一下的 因为这个位置走得很高很高了 在 1.00539 但是美瑞的空 它是一个比较 逆势的空单 大家注意啊 另外的话 空的理由就是在 上周五这个地方收了一个垂线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讯号 所以说 另外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一个 看跌的 狐狸形态的 这个地方是有个看跌的 狐狸形态 也正好是在1.0050附近 我觉得可以去空啊 可以去空 但是 我个人说建议等待二次的一个试探 等待二次的一个试探 因为这个地方是刚刚点上去 崩点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止损放在1.00887 往下去看 但这是一个路径的规划 如果是走这样的话 反弹起来的话 我们就要去把这些高空的机会 历史操作 OK 好 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结束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去开会了 各位同学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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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